好,现在来看千鹏的作业 他也荣登我们第一个教作业的同学 那很幸运哦 我刚从欧洲回来嘛 所以有非常多的心得 那正好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作业上 好好的来讨论 我这一次在欧洲看话 以及我会用这个方式来要求我自己 也要求你们的一个观点 但是首先呢 我们要先来纠正草稿的问题 好 以千鹏这张来说 他的整个五官 眼睛都还是正确的 但是到了下面 他的整个鼻子已经是 还有嘴巴的空间关系 已经是朝左边扭曲了 其实眼睛如果在这边的话 因为球 等一下哦 球 头是一个球形嘛 所以如果当你的 天哪 这个新的iPad Apple Pencil也不是很好用 当你的脸的正中线 如果出现在这里 眼睛出现在这里 眼睛出现在这里 就跟右边这个一样嘛 它其实是有一个弧线的关系 因为它要沿着 头的这个球形 眼睛 因为因为我们这个脸 它基本上还是一个平视的关系 如果它这个头在朝上 头在朝上的话呢 它可能就会变成 眼睛的线在这里 一个弧形 然后鼻子的线在这里 嘴巴的线在这里 就会呈现另外一个 更斜的 更斜的关系 但是因为我们是平的 所以它是呈现一个平的关系 这个不太一样 好 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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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后面的是虚线 这样子 这样子 后面是虚线 所以用这种角度来看呢 当然啦 这个可能我们这条线 可以再往中间走一点 因为 这一个五官比较微妙的是 它很接近 正面 但是有微微的 微微的一点点的侧面过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脸颊 这边露出来的比较少 这边露出来的比较多 它可能不会像我这边一样 这么 这么的 好 倾斜 但是呢 到底说来 它还是一个倾斜的关系 所以它可能是这样子 那 以这样子来说 你的鼻子是不是很明显的 中轴要落在这个位置 所以你整个组织是 往 左边跑了 对不对 然后 嘴唇的中轴 是不是要落在这个位置 要不要换个颜色给你看 我这个颜色 跑这里 换个绿色 中轴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中轴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你的 你的山根 也就是降霉基的上方 是不是落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 我们试着来调整看看 好 在此之前呢 来我们先给大家看 这一个 同样的道理 你看 这个是正中央的脸 然后呢 这个是倾斜 我们刚刚举例倾斜往上的脸 所以你的弧线 我在这边没办法用笔画画 所以不能用笔刷来 所以你的弧线就会是 这个眼睛跟右边的眼睛 这两个地方 它就是呈现一个弧线的关系 然后当然嘴巴鼻子 它们各自都是 你在正中轴 如果是平行线 你在斜的角度 它就会是刚刚的弧线 因为脸不是一个平面嘛 脸是一个圆弧的球体的关系嘛 那我们回到刚刚的 我们画的画面 就是这样子的 是一个平视的角度 所以它眼睛 理论上还是一个平的 当然它有一个弧线关系 就像你这样看就很明显 它有一个弧线关系 但是呢 最主要是这个 这边头的顶部 不是有一个白线吗 等一下 怎么样子回到肌肉层 这边不是有一个白线吗 这个白线就是我们刚刚画的 脸的中轴线嘛 你如果把它往这边移动 你没有发现 它的这个线 也会隐约的呈现一个弧形 就像这个样子 就像这个样子 它隐约的会呈现一个弧形 这个弧形就是脸的正中线 呈现一个弧形 脸的正中线 所以呢 就依照你的头 转动的角度 转多少 再看一遍 依照你头转动的角度 转多少 你脸的正中线 你要一直维持在 正中央的地方 就是一直维持在 正中央的地方 那脸竟然不是 完全的正面 所以你的 你中间的这个弧线 就会移动 对不对 就会移动 就会移动 这样了解吗 这个是一个 微微带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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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微带糊的关系 那随着 随着脸的角度移动 我们不是学过透视吗 所以呢 如果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眼睛的 这个是眼睛 鼻子 它就是 更是这样糊的 嘴巴 更是这样糊的关系 那如果头往下 那你的弧线就是 假设中线 你的弧线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 眼睛 眼睛 鼻子 鼻子 嘴巴 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裤子交出来 用这个来看 就更明显了 这是第一个 你要先去处理的 你的 你的这个 草稿 的线条 为什么呢 其实先不要讲说 我们要谈欧洲的这个线条 其实就算我们不是谈欧洲的线条 当然这个都是 首要先处理的 不过你可能 以你现在完成的情况 可能得重画一张啦 好 然后再来是呢 因为这边已经有点变形了 我们来看这个 再来是呢 我们在 我啦 在欧洲的时候看到的 很精彩的部分 就是他们非常非常的 在意线条 而且他们的很多的 很多的关系 都是由线条发起的 所以他们就必须 如果你要有这个想法 你就必须要能够理解 线条前跟线条后 也就是说 在你这张画来说 我们会感觉 在你这张画来说 我们仿佛好像会感觉 这个是一条线 像这样子 当然这个 这个其实都要再 再改你的造型 我们感觉会是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 可能是我们 迄今为止一个 更深的观念的部分 有点感觉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事实上线条的 如果你当一个 你的概念深入到一个 非常非常深入的程度的时候 它其实就算是线条 也有很深的理解在里面 那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当然我们会 在这边看到是一条线 对不对 可是这个线 它就有 强弱轻重之分 而且这个线 它可能 从这边开始 它会有一个扩散的关系 因为呢 它这边有一个平面嘛 它这边有一个平面在这里 但是这个平面 从上面的强 到下面 弱掉了 我们把它插掉的话 对不对 它就是隐约 但是 隐约 但是已经弱掉了 这边已经消失了 这一边已经消失了 但是呢 又有意思的就是 它又从 这边又开始强了 它是很微妙的 我们再 放大一点 给你看 它这是很微妙的 那这个就是 我这次去旅行 会 如果你要问我学到什么呢 这是一个 其中之一 我 学到非常 深刻的部分 就是他们对于线条 理解到一个 比我想象的 又更深入的程度 而且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纤细 然后呢 虽然我 大概十几年前 去过一次罗浮宫 然后这段时间 也都有旅行 但是呢 我觉得随着我自己 能够看到的程度的不同 我 即使重复在看 同一件作品 同一张 精彩的名作 我理解的程度 也会跟着不同 好 所以我们刚刚就谈到 这个 这一个阶段的线条 他们的 在意的程度 然后这边的墙 到这边 到这边 即便有线呢 他们就会用一种 线条化的 但是这种 以线条为出发点 但是它融入了空间 融入了立体感 像这样子 融入了 然后是不是到这边 我们又碰到了一条线 所以这个融入到这边呢 就会隐约的 当然 因为我们还是有学过 块面的概念嘛 所以 他们也有块面的概念 可是他们 相较于块面呢 他们的块面是融合在 线条里面 这是其实我要讲 这其实就是我要讲的东西 不过它非常非常难表达 这个线条又出来了 但是这个线条到了下面 它又 又融了 又融起来了 这个线条是融的 因为你这边已经 已经强了嘛 所以 它碰到它 这个一 碰到二的线条 这个二的线条 在这边 它就必须要 销入 又融入了块面 融入了空间之中 然后再 再 再出来 然后到了下面 又再 又再融入了空间之中 所以一条线条的变化 它其实是可以 如此的 如此的丰富的 所以 有没有 你要注意这个线条 那我们用同样的标准来看待 这一条 我们用同样的标准来看待这一条 所以线条的理解 其实就 暗示着你对于 这个物体 结构的理解 它其实同一件事情 好 来看这个线条 哪边 哪边在前 哪边在后 哪边是前面的 OK 就跑到下面 这一个强度在这里 到了下面 又开始融入了 又开始融入了 然后呢 但是这个融入呢 这边还是在前的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一条是在后面 后面出来的 有没有 你这边 其实你就必须去感受到 感受到这个 前的关系 隐约的后到前的 强的关系 这边是后嘛 这边又回到前嘛 对不对 然后 因为这是全股嘛 这是全股 然后我们这边 不是有一个 凹陷处嘛 在这里 然后后方 不是骨头 后面是一个肌肉 它在后面 这边这一个区块 又到后 然后它开始 又往前前进 这边还有一个节点 这边又到后 这一个节点 又到后 对不对 所以它这边就有好多的变化 可是在我们又关注 在我们又关注这条线的同时呢 你也别忘了 还是看我的 sorry 你也别忘了 它这个是有一个转折空间的 它这个都是存在着转折空间的 对不对 它们就是在融合这一个东西 它们在融合这个东西 所以你仍然必须要看到 你仍然必须要看到 我们也学过量岸交接线的概念嘛 所以你既要在意这个线条呢 你又必须又 感觉到这边其实是有一个 有一个块面的关系 这个是影子 这个是影子 我们不要画影子好了 我们就纯粹表现块面 我们现在又把块面勾勒出来了 这一条在后面 对不对 但是这边是有一个切面的哦 这边是有一个切面的 所以是这样子 那我们刚刚说过嘛 你的颧骨在这里 它其实有一个 有一个往前的关系嘛 所以它的切面是这样子的 所以 这个地方 换个颜色 这个地方隐隐约约是有一个亮块的 好 所以这边又是一个切面 然后接到降下纯积这边的 那我们刚刚说这边有一个节点嘛 有点这种味道 这边当然是另外一个块面 你既要看到这个片条 你又要看到这个块面的部分 好吗 这个是关键中的关键 其实你就是去理解这一点 我相信一定会对你在处理画面 是有很大的帮助 你会了解你在处理的是一个空间的关系 所以你要更能够细腻的去 感觉到它 它永远是一个 一个 一个 空间 但是我们在谈 等一下 我把手机关键 我们在谈的 线条的前后 它其实就是用这种角度 这种角度在暗示空间的关系 像我们常常不是在谈说 我们要切割出块面嘛 对不对 你的头在这里 好 我们不是在谈说 你要切割出块面嘛 所以 这边是一个 等一下 这样子 这边是一个 一个 一个 切割的关键 可能是这样子 可能是这样子切割的关键 这样子切割的关键 我们不是在谈说 常常在谈说 你要切一个空间 空间块面出来 这边是一个 隆起嘛 这边是另外一个凹陷 然后 这边有另外一个隆起 有点这种味道嘛 对不对 这边是另外一个切面 类似这样 我们不是在谈说 你常常要切割 你要感觉出空间 但是呢 现在我们在谈的这个线条 它又是另外一个 不同的概念 可是我们要把这两者 融合在一起 它其实 既是同一件事情 又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 好 我想签棚这张 因为我们还会再继续画 我想你还会再继续交一次作业 所以没有关系 但是呢 你在交作业之前呢 你还是得先把这个 五官的部分先修正 先修正 刚刚我们好像说 要先调整你的画面嘛 对不对 看一下哦 先切到你这一张 然后调一下 扭曲 对 我们如果把脸 不行 扭曲 不行 看一下 能不能这样子调 它好像没办法像 那个异画那样子调 不行 好吧 因为这不是ForeShop 不然我可能就可以用 更小的方式调整 试试看这样子 诶 可以 不行 它的能够调的太小了 但是如果是这样子 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调起来蛮怪的 它没有办法很细的调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呢 你的这一带可能稍微 太长了 这一带可能稍微太长了 然后 最主要是你的 整个 整个鼻子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包括这个点 都应该往右移 好吗 这样这样子 去比较一下 去比较一下 你可以有一个坐标点吗 去比较一下 拉下来 这个都擦掉 去比较一下 去对照一下 拉下来 你会对到哪里 然后 你看 这样拉下来 你就知道说 这个眼睛往下一对 你的鼻头起码会 超过它一点点 鼻头 不是鼻翼 鼻头起码会超过它一点点 那你就知道 你拉下来 你是 是连这个边都还没碰到 你就知道 它们之间的关系 一定是 一定是不一样的 凡事都找正中 正中 正中 去 去对照 如果整颗头 在这个空间 这个正中 这边的空间 一定比较小 这边的空间 一定比较大 OK 所以呢 你先改你的 可能 maybe你得 再画一张 但是 这不是 你要的吗 所以你先改你的草稿 不然这样 我们比较不容易 弹下去 太歪了 但是这也好 就是先从 这个部分调整 OK 下次见 Ciao